大家好,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薩爾達傳說 昨天我們解了一些沒有解的神廟 那今天呢,我打算帶大家來這個卡卡利克村買一些衣服 拿來衣服之後,帶大家來去看這邊有一個叫天使噴泉的地方 那去找天使 那我們先來買一些衣服 買衣服的地方大概在這個附近 所以...應該不是在這裡,這邊是賣件的地方 那...是在這嗎?應該也不是 我們都進去看看好了,說不定這邊有賣衣服 這邊是賣食物 那對面呢? 這邊是旅館 有這個月亮這個地方,是要住宿的 我們沒有要睡覺 我們再走到這邊 看看是賣衣服的 這邊也沒有,這邊是賣武器 賣弓箭 我記得這邊有賣衣服 我們去找找看 好,這樣,你看到那個標誌沒有 賣衣服的 我們來這邊買個衣服 哇,這邊有一些衣服可以買 那...呃... 我不曉得我們錢夠不夠 可是我打算來買這個 這套衣服就是你穿上以後 它會...動作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有忍者的裝扮 可以向他買這衣服 呃...這多少錢呢? 這個是五百 然後這個要七百 那這個要六百 那我們目前呢是二一二 那我們看能不能跟他賣東西 啊... 想要賣東西來賣一點東西 然後拿到一些錢 再來買衣服 那我們有拿到這個 呃...Ruby 有二...兩百一十 那我們就來賣這個 紅寶石 那我們再還可以賣 這個 這個是六十 那我們就把它全部賣掉 好 那...呃... 還有這個 這是可以賣三十 我們也把它全部賣掉 那...還有...這個 這是七十 那...我有三個 我就把它全部賣掉 這樣就一千多 的錢 那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賣呢? 這個 這也可以賣 這可以賣兩百六 那我們就把它賣掉 那我們就把它賣掉 那這Ancient Core很重要 不要賣掉 而且只有八十 所以不要賣這個 有這個可以賣掉 這個可以賣十 那...不打算賣掉 有肉 肉可以賣十五 我也不打算賣 這個榴槤呢 榴槤可以賣十五 我也不打算賣 我現在有一共一千三 還有什麼可以賣 這個... Ancient Spring 可以賣十五 可以賣很少錢耶 可以賣五 眼睛 可以賣二十五 那... 螢火蟲可以賣多少 二... 好... 那... 我看... 我們來買這個 這是... 五百... 五百... 七百... 就一千二... 一千二... 再加六百... 不夠買... 我們就先買... 七百... 這個...衣服... 再買... 二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三... 喔... 先買一個衣服 再買一個... 褲子 那如果有錢的話 我們再回來買... 這個... 面罩 好嗎? 好吧 不只能這樣 以後我們真的賺到那些錢 再來買 所以我們... 回到卡爾利克磚很簡單 就... 直接... 傳送到神廟就可以回來了 所以我們先買這個 然後再來買一個這個 那這個呢就不夠錢買 這個要五百... 嗯... 我們等到有錢再來買喔 這邊有一個... 可以看的書 書 嗯... 就說有一個... 嗯... 愛情的這個噴泉 這個... 這個賣多少錢 六十 這個呢賣比較便宜 一百二 這個呢賣九十 好... 以後有錢再來買 那我們就先出去 那... 我來帶大家到這個天使噴泉 天使噴泉在哪呢? 在... 如果是卡爾利克村你要往天使噴泉的話 你就要往... 這是... 這個是... 伊扎的這個... 家 那我們就... 走這邊 其實很容易到 如果你... 很熟這邊的話 像我... 卡爾利克村也很多次了 所以... 從這邊伊扎的家 往這邊走 好... 這是... 我們... 之前傳送過來的神廟 好... 再繼續走... 爬上去 然後看到有兩條路 這邊呢 如果要往天使噴泉 就往這邊走 這邊有隻兔子 看到我們要... 射牠了 跑走了 好... 這邊... 這邊就是天使噴泉 這邊有很多小精靈 你可以吃那些小精靈 那我們先把我們自己換成... 忍者的裝 這樣就要不會驚動小精靈 好... 然後慢慢蹲著過去 那這些小精靈能夠幹嘛呢? 這些小精靈能夠... 能夠讓你如果死掉的話 可以不會重來 可以... 比方說再多加一條命 咦... 這些小精靈在這裡 那這邊有很多花可以撿 那這邊有很多花可以撿 我就把它撿一撿 我就把它撿一撿 那之後我會跟大家... 呃...分享一下 那... 然後就找到這邊 這邊就是一個天使噴泉 就說... 它是一個仙女 叫做Kotera 然後... 呃...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噴泉 然後... 不過現在呢... 我就已經沒有能力了 那我現在想要你幫我 它需要錢幣才能夠... 呃... 才能夠... 呃... 開啟這個噴泉 然後它要一百個錢幣 可是我們現在 並沒有那麼多錢幣 所以... 呃... 我們就先不要... 給它 我們先... 先還是... 先還是... 呃...去... 賺錢好了 賺錢是第一個要物 那... 呃... 我們賺好錢以後再來買衣服 然後再來天使噴泉 那我們現在打算幹嘛呢? 我們現在打算... 呃... 回去我們昨天 寫的這個地方在... 大概在這裡 我們昨天... 跑到了這個... 呃... 在哪? 在這邊 跑那個神廟這邊 然後... 我們打算... 上去解這個... 昨天沒有解的那個石塊 把它解了 那我們把我們自己傳送到... 大概這個地方 可是這地方很難爬上去 所以我們... 可能會從... 老路... 從這個路... 開始... 走到這邊 然後解這個石塊 好嗎? 好... 我就打算這樣做 或者從這邊飛過來 哪個比較近 好像從這邊開始比較近嘛 所以... 我把自己傳送到這邊 所以遊戲的過程跟真實的人生一樣喔 什麼事... 都是需要錢 那我們先把錢賺好以後 再回去天使噴泉 然後或者是買一些衣服 好... 那我們就... 呃... 現在來往我們的目標前進 我們目標想要往這個地方前進 所以大概在這個方向 好... 有些怪 把怪打死 射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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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呃... 然後我們昨天是... 想要拿這個石頭裡面的東西 不過正在下雨 所以... 欸... 那今天我們又要試著拿一下 現在沒有雨也沒有打雷 希望一切都沒有問題 好... 好... 然後我們固定這個石塊 在固定石塊之前 我們先抓好我們的... 石... 我們的... 錘斧 好... 就固定囉 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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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石塊打掉了 裡面就浮出來 這些寶箱 這昨天沒有解的寶箱 昨天這邊有打雷喔 我在這邊被雷打死了 這邊有一個fire error 齁... 然後這邊有一個ice error 好...我們現在有這個... 呃... 雷...雷的這個... 有shock error 然後有好多個不同的鍵 那現在時間是... 呃... 10... 晚上10點55分喔 等一下可能會飛... 飛下來一些... 呃... 一個龍會從這邊跑出來 這附近有很多龍 所以接下來我打算去射龍的... 呃... 這個頭喔 去射它 它龍會掉出來一些... 東西 掉出來一些它的靈角 我們就可以拿這個靈角去... 找一個神廟 那怎麼做呢 我來... 我秀給大家看 我來希望會成功 看一下我們要到哪裡 我們可能要大概在... 大概在... 這個地方去等龍... 跑下來 這樣我們先飛到這裡 等一下龍就會從... 剛才那個池塘那邊... 呃... 飛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能在這邊等它 這邊有個神廟... 在哪... 在哪... 等一下我們來一起... 這個神廟... 這... 這邊有人... 在哪... 在哪... 什麼... 在哪... 就是你... 在哪... 那... 這個... 有娘... 在哪... 沒有什麼怪 那等一下我們就等樓 樓出來了 看到了嗎 好 準備好我們的劍 射他的頭 剛才龍的腳在那邊被我們射到 還在 我們下去撿一下 叫我們死了好幾次 那我們看我們現在大概已經 沒辦法 沒辦法游到 游上岸了 我們又可能會沒有體力 所以我們就來 幫我們自己傳送到附近的一個地方 比方說傳送到 傳送到這邊 好我們把我們傳送到這個最高的地方 目前正在下雪 很難看到這附近的這個地形 這樣子 都一片霧茫茫的 下面都一片霧茫茫的 不知道大概方位在哪個地方 有看地圖嗎 或是我們可以先解開這邊的 這邊有個神廟 我們可以飛過去解那個神廟 或者是下面是什麼地方 不知道 我們來飛下去解一下這個神廟 什麼往這個神廟這邊飛 也不是神廟是塔 對不起我講錯了 這樣你往這個塔這邊飛 在這個位置的區 我們在這邊擺在這邊 傳送到這邊 然後我們飛到 往這邊飛 飛向位置的區域 然後想要解那個塔 不過在解那個塔之前 你會看到有個地方 像這樣 下面 有一個 有很多鳥 你看到嗎 這邊有些鳥 然後我們就先在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 你看有些鳥這個地方 我們就先在這邊休息一下 呵呵 然後 這邊 這個鳥這邊呢 就有一個很奇怪的樹 然後 你就 就 休息好以後就往這個樹這邊跳下去 這樹真的長得超奇怪的 這樣你跳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還有更深一層的地方 我剛才不小心摔倒 補充一下體力 好 然後你會發現 還可以更下去 還有更下去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神在這邊 你就可以向他祈禱 然後他就說 你到了這個噴泉這個地方 然後呢 他需要一個 Farrow Scale 然後你把這個Farrow Scale 放到這個噴泉裡面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 做進一步 就會 秀出一個神廟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你完全聽不到神廟的聲音 可是 如果你照我剛才的做法 這樣做的話 你就會找到這個地方 你就會找到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把你剛才 射到那個龍的 那個Farrow Scale 這個 取出來 然後 往下丟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神廟了 各位同學 有沒有很神奇 這算是秘技 跟大家分享 這樣 我們就進去這個神廟 走 要是嗎 啊 字幕提供 這個任務 所以我們這邊並沒有要解什麼特別的關卡 我們就直接去拿 這個寶箱就好了 然後會給你一個劍 一個 毛 這樣我們就解開這個關卡 很不容易解吧 如果我沒有告訴你的話 你完全不知道要去打那個龍的頭 然後把那個龍的這個菱角 放到池塘裡面 而且根本找不到 剛才那個很特別的樹 不過如果你照我的方法的話 你就會找到這棵樹 然後設龍的菱角 把龍的菱角放到水池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神廟 很特別吧 在這裡 這個到底在哪個地方呢 大概在這個地方 在很高的塔的 西南方 這邊 有個很奇怪的樹 跳下去你就可以 解到這個神廟 不過在那個之前 你要先打龍的頭 你再可以找到這個神廟 你向這個天使祈禱 你才可以真的看得到那個神廟 到底在哪邊 那我們今天就打到這邊 剛才我們在設龍的頭的時候 發現那附近有一些神廟 所以我們明天繼續玩 然後看看那附近的神廟 到底在哪裡 那我們明天見